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 海峡卫视并级直播的 海峡舞报 我是管毅 来看新闻 北京时间8月3号下午 巴黎奥运会进入到了 第八个比赛日的争夺 中国队在这一比赛日的赛事中 获得了三金三银的好成绩 在这一比赛日中 中国台北队也在奖牌榜上有了突破 获得两枚铜牌的成绩 截至巴黎奥运会第八个比赛日 中国代表团共获得16金 12银9铜 暂列金牌榜第一 北京时间4号凌晨 在奥运会网球女单决赛中 中国选手郑清文2比0 战胜科罗地亚选手维基奇 摘得金牌 这是中国网球队夺得的 首枚奥运会女单金牌 在稍早前的乒乓球女单决赛中 中国选手陈梦成功未免女单冠军 另一位中国选手孙颖莎摘得银牌 在羽毛球女双决赛中 两队中国组合会失决战 陈清晨 贾依凡夺得金牌 刘胜书 谭宁获得银牌 在男女混合4成100米混合勇 接力决赛中 由徐家瑜 秦海洋 张宇飞 杨俊轩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银牌 并打破亚洲记录 此外 中国女篮在小组赛第三轮比赛中 以80比58战胜波多黎各女篮 取得小组赛首胜 拳击女子60公斤级半决赛中 中国选手杨文璐战胜对手 闯入决赛 羽毛球女子单打4分之1决赛中 中国选手和冰交2比0 战胜队友陈宇飞 晋级半决赛 巴黎奥运会今天进入第9个比赛日 中国队将在乒乓球 羽毛球 游泳 体操等多个项目中 争创佳绩 其中 乒乓球男单迎来决赛 中国选手樊振东将向金牌发起冲击 中国组合两尾坑 王场 也将在羽毛球男子双打决赛中 冲击金牌 本节目由乐泰晾甲指定播出 乐泰晾甲关爱手足健康 继续来看新闻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防务部门3号表示 当天解放军各型主辅战机 及无人机继28架次 出现在台湾周边空域 台防务部门称 自3号下午16时起 解放军歼16 空警500 及无人机等各型战机 累计28架次 出现在台湾周边空域 其中27架次 越过所谓海峡中线 及其延伸线 进入台湾北部中部西南方向 东南方向 及其东部空域 配合解放军军舰 执行联合战备警寻 台防务部门老调重谈称 台军应用所谓联合情监真手段 严密掌握 并检派任务基建 及暗制导弹系统 适切应处 而民进党所谓中国事务部 近日发布消息指出 从7月1号60至31号60 台防部门共争获解放军军机 572架次 军舰220艘次 持续在台湾周边海空域活动 其中有423架次解放军军机 进入台湾所谓防空识别区 7月10号上午6时起 24小时内 征获66架次解放军军机绕台 创下今年单日新高 台立法机构改革法案 目前部分条文 已遭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法庭 裁决暂时处分 并将在8月6号进行言辞辩论 而所谓事件结果 预计在11月6号前出炉 对此台湾TVBS电视台 民调中心公布最新民调 岛内民众对所谓大法官 裁处暂停处分 只有32%支持 另外对于所谓大法官 能否有公正判决结果 也只有四成民众能信任 为了台立法机构改革 所谓朝野 打得你死我活 而实际上街问台湾民众 不知道台立法机构 吵什么的 却占了大多数 这也真实反映 在民调数字上 根据台湾TVBS电视台 最新民调 针对所谓大法官 近期对台立法机构 改革法案 裁处暂停处分 有过半 52%的民众 都不知道此事 有空的时候都会关心 但是这几个月真的没空 但你就知道在吵 这是一份仿佛 早就写好的 宪法法庭的裁定 6号 针对民进党提出的 台立法机构改革 所谓事项案 将上法庭辩论 但蓝白方面质疑 所谓大法官 已经没公信力 而台媒民调中也显示 只有四成岛内民众 能信任所谓大法官 会做出公正判决 针对台民意机构改革法案 民进党兵分四路 申请所谓事项 国民党进民代 翁晓玲则表示 民众已经看到 所谓大法官 在法庭程序准备庭上 提出相关问题时 失去了独立客观 公正的仲裁者立场 更像是一个求援 俨然是民进党当局 诉讼团队成员之一 这样的裁判结果 会让人信服吗 此前 台立法机构于5月28号 三读通过 台立法机构改革法案 相关条文 但台行政机构 提出复议遭否决 赖清德于6月24号公布 并发动 民进党团 台行政机构 赖办 台监察机构 先后派员 到台司法机构地壮 申请所谓事宪 及暂时处分 基隆市长罢免案 已上升到政党对决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假日特别到 基隆仁爱市场 同框市长谢国良 两人吃播聊政绩 而当天朱立伦和谢国良 选择的联合采访地点 还引发了蓝绿口水战 只不过是为了政治操作 制造对立 制造冲突 如果台湾这样的话 不是叫做古宁日吗 面对罢良案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3号来到基隆 与市长谢国良同框 表达力挺 但联访的地点 因在民进党籍基隆市 议会议长 童子伟老家的店面旁 这让童子伟很不满 店面 他说我们阿公在这边那么久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林爱七中 你人海市场这么多地方可以在 你偏偏要在我家隔壁 其实我才是被他霸凌的 童子伟是赖清德的侄子 也被外界点名 有意在罢良成功后 参加基隆市长补选 而面对童子伟的 感觉自己被挑衅 朱立伦谢国良也接连回应 每一次来人海市场 有时候会有媒体的朋友访问 大概都在原来那个点 那既然童议长有意见 他指定换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换到这个地方 包括侯友宜市长的联防点 不恰当不应该使用 我们马上就已经进行了调整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我们是真心的 并没有挑衅的意味 眼下所谓拆良和顾良行动的 两方对决已经进入白热化 蓝营要决近来更是轮流到基隆 力挺谢国良 而谢国良也正面迎击罢免战 吃播开打正级牌 罢良案不止蓝绿炒成一团 连罢良和顾良的民间团体 在路上遇到也火气满满 根据亲绿媒体 梅丽岛电子报的最新民调显示 目前不同意罢免基隆市长 谢国良的基隆市民 高达49.3% 比同意罢免的高出了10个百分点 另外有49.1%的民众 对谢国良的施政感到满意 据台湾媒体报道 新竹市有民众三号上午 在新竹都城隍庙对面的民宅外墙 挂起新竹市长高鸿安 市政摆烂一事无成的翻布广告牌 但挂上才不到四小时 即遭强制拆除 三号晚间起进入农历民俗月 位于新竹市的新竹都城隍庙 用今大批参加扶门开的信众 而当天上午 有亲力团体就抢在人潮前 在城隍庙对面的透天错墙外挂起广告牌 向新竹市长高鸿安抗议并表达诉求 但挂上不到四小时 就有施工单位到场拆台 请问您是受谁委托的 独发局的 独发局建管科 对 大大的翻布广告 不到10分钟就被工程人员卸下 让出资挂广告的团体心生不满 据了解这个广告牌 是由新竹亲律支持者作为青鸟 委托罢免高鸿安团体悬挂的 罢高团体发言人气急败坏称 这是史上最短命的广告牌 对此新竹市政府则回应称 是屋主主动要求下架该广告牌 屋主当时在接受到陈珠的时候 他并不了解相关刊登的内容 那经过后来实际刊登之后 他发觉是这个政治敏感相关的议题 那他也不愿意过多的一个涉入 所以他第一时间也退还相关的租金跟押金 并且主动来去下架相关的看板 广告牌的屋主表示 涉及政治敏感议题 不想得罪任何人 新竹市长高鸿安因涉嫌诈领助理费 日前被判7年4个月 他回应将提起上诉 而台内部门则下令 高鸿安即日起停职停薪 由副市长代行市长职务 按党内惯例 三审定验还要拖很久 民进党意图用一审有罪来发动罢免 只要罢免成功 本届市长任期过半 民进党当局便可直接委派自己人代理市长 完成抢班夺权的计划 台湾民众党五周年党庆活动 3号在高雄举行 安排了一系列游戏 中间还有火烤柯文哲的环节 主持人则在期间用蓝白河议题来挖苦柯文哲 外界也质疑 难道2024选举的蓝白河破局 真的是柯文哲心中永远的痛吗 我们是真正的 灰蓝灰绿的第三势力 首度跨过浊水溪 台湾民众党创党五周年党庆活动 3号遗失高雄市举办 党主席柯文哲表示 台湾民众党要做真正的第三势力 而此次党庆活动 台湾民众党也创意十足 不走传统路线 着重互动性和趣味性 其中一个环节 火烤柯文哲 主持人的提问更是呛蜡十足 主席你智商真的有157吗 认真吗 那为什么人家说你图力的时候 你竟然承认 这样子剪掉 让你很轻松 都不用消失16分钟的录影录音 可是我就搞不懂 你对数字这么专精 为什么你去跟人家谈 六点协议的时候 让3%让6%搞不清楚 不是主席 他们这样考虑你都可以吗 哎呦 他们那个每天 晚上那个政策节目更恶毒 在党庆活动 刻意提到此前2024选举 蓝白河破局一事 因为柯文哲对此事耿耿于怀 他的妻子陈佩奇 还在脸书发文称 用后悔两个字形容 有点太强烈 但遗憾是绝对有 当时在讨论蓝白河的时候 蓝的先跑掉一半 等到蓝白河破局的时候 蓝又跑掉一半 很多议案还是可以合作 那如果是这个合你知道 合作的合可以 合并的合我看就困难 DNA差太多了 2024选举已经结束 但近来台湾民众党的民调 却一路下滑 最新民调显示 台湾民众党的支持度 仅剩6.2% 比起去年同期差了16.8% 我们的民调高低 看到每天他正宗节目 在骂的头用力就知道 这个如果民调很低 民进党不会在每天 要花这么大的力气 柯文哲态度乐观 称如果民调低 绿营就不会攻击 但还没指出 台湾民众党近期 负面新闻连连 恐怕应该更加警惕 随着台湾民众党 五周年党庆日的到来 民众党以及柯文哲 又成了舆论的焦点 下一个被抓的会是你吗 蓝白破局 你真的后悔吗 记者们一个又一个的追问 打在了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的身上 有民调说 台湾民众给柯文哲 贴上的标签是 聪明 狡辩和高傲 这样的他该如何 破当下的局呢 台湾中国时报的文章 不甚看好 文章说 岛内不少舆论都认为 郑文灿案之后 赖金德下一个要办的 就是你柯文哲 尤其是在高红安案之后 柯文哲越来越 没有高傲的本钱了 2024败选后 柯文哲不止失掉了 改变台湾的契机 还就此陷入了 今日高红安 明日柯文哲的司法尼闹 其政治生命的明面 有一半被掐在对手 赖金德和民进党的手中 更有党内学者指出 台湾民众党 现在依然还是一人政党 再回看过去台湾的政党经历 一人政党通常都没有好下场 像是柯文哲这般冒出来的钉子 一定会被打下去 再看香港中平社的观点 中平社指出 台湾民众党 现在面临许多结构性问题 除了一人政党的问题外 还有口号响亮 却难让民众有感的超越蓝绿 以及民众党最大的危机 没有完整清晰稳定的两岸论述 没有超越蓝绿的行动方案 缺乏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稳定发展的理念纲理 这样的台湾民众党 如何能够解决破局 甚至是在台湾政治中 发挥出积极作用 各方都在等待 自诩高智商的 柯文哲主席的下一步 以上就是今天 对于媒体相关报道 和评论的梳理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大牌团拼 本档现实抢购 我是本档大牌团拼 推荐官铁峰 叶黄素是我们眼球当中 黄斑区的重要元素 人体自身无法合成 即使补充叶黄素很重要 本档为您带来的是 大品牌北京同仁堂 叶黄素纸片 吸收率更高 每瓶60粒 升级为100粒 每瓶可以吃100天 为了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眼睛 节目组决定 本档补贴10万元 前500瓶 每瓶补贴200元 原价259元 一瓶补贴之后 到手每瓶只要59元 本档买三瓶再送一点 177元 足足400粒 每天只要四毛四 本档 我们只争取到少量备货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订购吧 上了年纪的人 眼内叶黄素含量是极具减少 再加上看电视 刷手机 过度用眼 都急需补充叶黄素 我们这款北京同仁堂叶黄素纸片 吸收率更高 每瓶60粒 升级为100粒 每瓶可以吃100天 为了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眼睛 节目组决定 本档补贴10万元 1500平 每瓶补贴200元 原价259元一瓶 补贴到手之后 每瓶只要59元 本档 还有惊喜 现在买三瓶 再送一瓶 177块 足足400粒 可以用13.3个月的用量 每天只要4毛4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跟着我们一起团购吧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 海峡卫视并级直播的海峡舞报 继续来看新闻 近期随着City to City的流行 大陆正在吸引大批外国游客的涌入 而在台湾 虽然也采取了补贴奖励的措施 但还是止不住台湾观光产业 惨淡经营的现象 因为民生物价的上涨 导致台湾旅游景点附近的 酒店价格居高不下 台湾民众表示 宁愿买机票去境外玩 也不愿意在岛内消费 面对岛内旅游不景气 舆论也呼吁民进党当局调整当下的旅游政策 台北市嫡化街商圈 这里曾经是许多境外游客最爱的景点 如今客商家的营业额对比全盛时期 跌落了不少 但加起来是有影响 因为就是人潮就是前潮 但人如果减少的话 我们的营业额一定会有差 减少其实今年还蛮明显的 今年起码最少应该有四成有 不止迪化商圈 观光客变少 全台业者都有感 数字也会说话 去年来台旅客的观光支出 每人平均一天的消费 比疫情前已经大幅减少了7.78% 下降最多的就是购物费少了三成 曾被民进党当局推崇的 开发所谓新南向游客 消费力涌现 岛内饭店业同样叫呼连天 住房率下修一至三成 甚至有业者说不排除 业绩会一路惨到十月 酒店价格居高不下 有台湾民众甚至表示 宁愿买机票去境外玩 也不愿意在岛内消费 这也导致台观光业血伤加霜 台观光部门日前公布 旅行社解散名单高达26架 最多的就是经营 岛内旅游的团队 台湾观光产业正面临 惨淡经营的状况 台交通部门主管李孟燕 2号在台湾美食展上也坦言 今年上半年来台境外旅客 预估少了100万 据台当局公布的数据 2023年1至11月 初进人数达1074万人次 赴台旅客567.2万人次 旅游逆差近507万人次 曾是最大旅客主力的大陆游客 2019年还有271.4万人次来台 去年只剩19.3万人次 台观光业者呼吁 赶紧改善基层人员缺工问题 开放大陆游客来台 不要让赖清德竞选期间 观光意愿沦为口号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上了年纪的人 眼内叶黄素含量是极剧减少 再加上看电视 刷手机 过度用眼都急需补充叶黄素 我们这款北京同仁堂 叶黄素纸片 吸收率更高 每瓶60粒升级为100粒 每瓶可以吃100天 为了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眼睛 节目组决定 本档补贴10万元 前500平 每瓶补贴200元 原价259元一瓶 补贴到手之后 每瓶主要59元 本档还有惊喜 现在买三瓶再送一瓶 177块 足足400粒 可以用13.3个月的用量 每天只要4毛4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跟着我们一起团购吧 叶黄素也被称为植物黄体素 人体无法自主合成叶黄素 因此需要额外补充 本档为您推荐的北京同仁堂叶黄素纸片 每瓶60粒升级为100粒 每瓶可以吃100天 为了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眼睛 节目组决定 本档补贴10万元 前500平 每瓶补贴200元 原价259元一瓶补贴到手之后 每瓶只要59元 本档买三瓶再送你 177元足足400粒 可以用13.3个月 每天只要4毛4 本档备货即将收完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跟着我一起团购吧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基直播的海峡五报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 伊斯梅尔哈尼亚近日遭暗杀身亡 据法新社报道 3号 约旦和土耳其等国出现有数千人参加的大规模集会 他们谴责针对哈尼亚的暗杀行动 并表达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 另外 哈马斯方面3号发表声明说 其领导层依旧选择新任领导人开始广泛磋商 据法新社报道 当天 两件多名约旦人走上首都安门街头 谴责哈尼亚遭暗杀事件 在土耳其 数千人聚集在伊斯坦布尔 谴责针对哈尼亚的暗杀行动 并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支持 3号当天 哈马斯发表声明说 过去几十年里 哈马斯在多名领导人身亡后 都根据规章制度迅速选出替代人选 哈马斯的执行和顾问机构 仍在继续开展工作 新的领导人选将在磋商完成后公布 哈马斯7月31号证实 哈尼亚当天凌晨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遇袭身亡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 针对哈尼亚的暗杀行动 是以色列设计和实施的 并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很多人体检才发现血脂高了 能不能找到一个植物的方法呢 我们用了五年的时间 研发了真通机 真通机采用三溪 单参 银杏叶 黄芪 葛根 玉竹 鱼甘子七位植物 先后进行了动物实验 人体实验 安全性评价等多项实验检测 功能成分明确 可以帮助降低血脂指标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真通机全是植物原料 我很自豪 鞋子高 我们有了植物的方法 我们的方法是国家发明专利 真通机牌三溪单身黄芪胶囊 体验只要9块9 整整60粒 包邮到家 不满意 能退货 血脂高 早重视 血脂降一降 血流更通常 真通机七种植物 降血脂发明专利 老胡老 以及人之老 弘扬 敬老爱老 新风赏 血脂高 早重视 不管多少年 试试真通机 真通机牌三溪单身黄芪胶囊 采用七种植物原料 功能成分明确 帮助降低血脂指标 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为了让大家受益 也让儿女放心 真通机推出体验活动 体验只要9块9 9块9 9块9 整整60粒 先体验 再决定 9块9 包邮吗 不但包邮 不满意 还能退 你们年轻人都明白 也欢迎你们监督 真通机七种植物 国家发明专利 体验只要9块9 整整60粒 包邮到家 血脂高 早重视 血脂降一降 血流更通胎 真通机七种植物 降血脂发明专利 玉枝林药液 尊老为德 敬老为山 很多人体检才发现 血脂高了 能不能找到一个植物的方法呢 我们用了五年的时间 研发了真通机 真通机采用三溪 单参 银杏叶 黄芪 葛根 玉竹 鱼甘子 七位植物 先后进行了动物实验 人体实验 安全性评价等多项实验检测 功能成分明确 可以帮助降低血脂指标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根通机全是植物原料 我很自豪 鞋子高 我们有了植物的方法 我们的方法是国家发明专利 真通机派三溪单身黄芪胶囊 体验只要九块九 整整六十粒 包邮到家 不满意 能退货 鞋子高 早重视 鞋子降一降 血流更通胎 真通机 七种植物 降血脂发明专利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 并级直播的海峡五报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汉马斯政治局领导人伊斯梅尔汉尼亚遭暗杀身亡 导致中东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黎巴嫩郑主党当地时间4号凌晨称 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数十枚火箭弹 据法新社报道 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在该国北部上加利利地区拦截了大量从黎巴嫩南部发射的火箭弹 据多家媒体报道 以色列谈判代表团当地时间3号早间前往埃及首都开罗 就加沙停火和人员交换协议相关问题与埃方讨论 并于当天下午返回以色列 以色列国土报3号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 这场会谈未能取得成果 有分析说 此次谈判是以色列为回应美国总统拜登所施加的停火压力而展开的 但是鉴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此前提出的所谓不容谈判的红线 实际是在各方通过的协议草案框架外提出的新条件 并且内塔尼亚胡一直保持强硬立场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汉马斯已经明确对此表示拒绝 同时考虑到近日汉马斯领导人汉尼亚遇袭身亡 对谈判造成巨大影响 此次谈判难以真正取得进展 索马里警方3号证实 盖国首都摩加迪沙知名的利都海滩酒店 2号晚遭到极端组织青年党的自杀式炸弹和持枪袭击 造成至少32人死亡 63人受伤 据了解 遭袭的利都海滩酒店 甚受商人和官员们的喜爱 事发后 索马里安全部门已经疏散了被困在酒店的客人 目前伤者已经送往医院 其中一些人伤势严重 索马里政府和联合国方面都已对此表示严厉谴责 好了 今天的海峡五报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 请看福建IPTV宽带智能电视 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 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 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 我是管益 我们下期再见